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八日 现在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选择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今天美国参议院梅嫩德斯还有柯宁提出了两党决议案 将中国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定为种族灭绝罪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委员梅嫩德斯还有约翰柯宁提出了两党决议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 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定为种族灭绝罪 该决议案将根据一九四八年联合国防止以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追究中国的责任 并开始协调国际社会的反应 以制止这些侵犯行为 加入他们的还有参议员詹姆斯里施马可鲁比奥本卡丁还有杰夫莫克利 参议员梅嫩德斯表示 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进行种族灭绝 阻止种族灭绝符合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的价值观 而这要从站出来说真话开始 我希望川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能够与我们一起直呼这场种族灭绝的名字 并与国际社会的伙伴一起应对这场种族灭绝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族 进行了卑劣的种族灭绝运动 这项决议承认了这些罪行的本质 是让中国为其滔天行为负责的第一步 中国政府在新疆系统性的使用强制绝育堕胎等做法确实令人发指 参议员理事表示 这些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动构成了种族灭绝 我很自豪与我两党的同事一起提出决议 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 美国和世界各国必须继续提醒关注在新疆发生的事情 随着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证据越来越多 我们必须清楚这些暴行的性质 参议员卢比奥表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很自豪的和我们同事们一起提出两项两党决议 宣布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严重侵权行为构成种族灭绝 自由国家必须紧急的走到一起行动 要求结束这些罪行 并寻求问责和正义 国会绝不能对中国令人震惊的系统性的虐待其维吾尔族民众 以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哈萨克族 克尔克兹族 还有其他穆斯林族少数民族的成员行为视而不见 卡丁议员表示 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需要美国做出有力回应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豪的与我的同事们一起提出决议 该决议清楚地表明 参议院不会回避称这些暴行是什么 种族灭绝 参议员默克雷则表示 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的攻击 包括监视监禁酷刑 还有强迫再教育营 就是种族灭绝行为纯粹而简单 而美国不能保持沉默 背景情况是 自从二零一七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没有经过政党程序的情况下 将大概一百八十万穆斯林人关联在拘留营 被拘留的维吾尔族人遭受酷刑 被胁迫不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维华习俗 被迫在强迫劳动项目中工作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强奸遭受非自愿绝育 并被强制摘取器官 作为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族人有针对性的人口控制活动的直接结果 二零一七年到二零一八年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出生率骤降百分之二十四 其中维吾尔族聚居区和和田喀什的出生率 从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八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二零一八年中国所有净增加的宫内节育器放置量百分之八十是在新疆进行的 尽管该地区只有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点八 新疆有五十万穆斯林儿童被强行从家中带走 被安置在国营寄宿学校 并受到灌输和非人道待遇 在二零一七年到二零一九年期间 估计有八万名维吾尔族人被强行调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到中国各地的工厂进行工作 这引起了人们对全球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动力的担忧 以上来自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特别报告 华尔街电视将稍后为您追踪相关内容的最新进展 蓬佩奥等美国一些政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政治私利 污蔑抹黑孔子学院干扰其在美国的正常运作 蓄意破坏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合作 这严重违背两国民意 必将遭到美国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 它是一个臭名昭著的 受到美国政府雇佣的一个反华的枪手 希望并相信国际社会能够明辨是非 不要被这些骗子所逼迫 所谓中国新疆迫害穆斯林犯下反人类罪 是一些反华势力蓄意炮制的 耸人听闻的话题 是出于遏制打压中国的目的 污蔑抹黑中国的闹剧 我们敦促蓬佩奥 摒弃冷战零和思维 停止炒作中国威胁 停止挑拨中国同地区国家的关系 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错误行进 中方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的军事联系 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进一步损害 中方将采取正当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我不掌握你提到的情况 那么这里我想说的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香港是法治社会 我们支持香港司法机构 依法 执法 女职 美方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装备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强烈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中央决定采取必要措施 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防务 雷神等美国企业 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 表现恶劣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 和美台任何军事联系 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同时在这里 和人和人的拥有关 又在这里 和人的拥有关 同时在这些拥有关 我认为